这就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在你这儿的 但不是你的 怎么办呢 那我们说 第三方的货 当然怎么了 不能算在我们的存货盘点当中 因为只要你一点 那后面就很有可能说 就记在了自己的账上 好了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计量 只要我在题目当中 没有直白明确的看到说 第三方的存货 有什么样的标识 有什么样的特征 那我就当是我不知道 您考试的时候 能想起来写 appear to就写 想不起来也没关系 因为考官懂得 对吧 懂得你去猜嘛 说这儿没说清楚 第三方存货 怎么办 怎么判断 那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se goods 也就是第三方的存货 may not be correctly removed from inventory count sheets 首先呢 如果我不知道 哪些是第三方 那么可能我在存货盘点的时候 就点进来 在这儿您要小心一下 我们在考官这儿的答案当中 他说 我们就没有把它从这个盘点表当中 这个exclude 意思就是盘点表中可能有这类货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盘点表压根都没说这类货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white sheet 就是空白的盘点表 把那些 凡是这个正八景 这inventory count sheets上没印上来的 你发现可能是属于盘盈的 您签在那个表里 但是我们看考官在这儿 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意思就是凡是我的货 我都印在表上了 那么我们说您点的时候 没剔除出去 还有一种可能 您呢 用blind inventory sheet 把它标上了 anyway都说您盘多了 resulting inventory being overstated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有一个建议啊 就是您当讲完这一系列的 可能的最糟糕结果时 您别忘了 把它往账户上 拽一拽 说一说 账户怎么了 arvestated 这才是一个比较 用审计师的眼光来看的答案啊 好了 我们强调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货在哪呢 呦 您如果不告诉清楚的话 我们盘的时候 很有可能盘点表上就有 第三方货 然后我就没给它画掉 或者您不说 我就拿一个空白的表 把第三方的活生生的写进去啊 这样都会什么后果 什么账户啊 什么后果啊 all inventories belonging to set parties should be moved to one location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答案 那就是当我们要对一些存货进行隔离 现在隔离这个词是吧 很流行 这个存货隔离怎么做呢 不外乎就是放在一个独立的地方 有这独立的地方叫什么呢 您不用叫出来它叫什么名字 您就说one location 意思是不和我这些其他的存货在一起 那个地方就叫one location 为什么这么讲呢 后面还会说到啊 等待着这个financial director 去那ride down 这些货它也得怎么着呢 one location 好了 现在我们清楚啊 仓库里放眼望去 一定要分区 什么区呢 正常跟不正常 什么叫不正常呢 不是我的 one location 还有什么不正常呢 等待着去 double check 然后ride down 也是要one location 好了 我们说啊 不是你的 有的case当中还说 这货特别沉 不好弄 不好办 那您就脑补处 用设备去搬啊 这些都要靠考场上的你去临场发挥 有很多要脑补的场景啊 好了 这里面没说不好办啊 这里面直接你就可以说 make to one location this area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如果你只是把它放在one location 人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吗 你得说清楚 叫clearly marked and excluded from the counting process 您看好 这不光是从表里抠掉 是点的时候都不包括 用这个词exclude 这个词考官一下就知道 你懂 我们再来一页啊 说原来都割一堆 现在不行 叫单独放啊 one location 接着说 放就完了吗 没 您得标识 you could be marked 标了就完了吗 一定记得是最关键一步 点的时候 exclude 跑掉 这个词啊 再强调一遍 这个动词啊 往上一写考官 咬懂啊 test of controls inquire if the count supervisor where the set party inventory is to be stored 前面还说各一起 然后您后面出个招 叫one location 接下来您就问 那location在哪儿 对吧 问谁 supervisor 问他说 那第三方的货 您放在哪儿了 意思是 那第三方的一个货 那个one location在哪儿 就是where conform through inspection of the counting sheets that these rides are not included on any pre-printed forms 意思就是 我不光知道 你这个货 放在哪些地儿了 我还要确保 这些地儿 在存货盘点的时候 不会被cover到 怎么能够确保呢 我们说点的时候 您不是拿一个东西吗 叫inventory sheets 那sheets上有的 您是不是就得去点呢 好了 您确保 这些base 没有包括在这个 counting sheets里 意思就是 货已经隔离了 表上也已经刨掉了 这才叫彻底 对吗 一个是物理的 一个是 counting sheets上 两个方面都要断舍利 high value inventory which is normally stored in secure location 其实啊 就说这句话 他也给您提了个行 那就是 凡是价值特别高的货 您一定要好好保管 呦 什么叫好好保管呢 secure location 接着 说我虽然有这心 可是我做的不到 怎么不到呢 我这地儿的 access code 凡是盘点的 人手都能有 人手都知道 那还叫code吗 对吧 th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sist risk of theft as any member of the counting team could subsequently access these goods 意思就是 如果密码 大家都知道 谁叫大家呢 counting team 那就有可能说 in fact 流失 所以我们强调 密码 密码一定是给什么 应该知道他的人 那您说 就所有这些 来参加盘点的 不都是应该知道了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 high value 您要对 不同level的inventory 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强调 high level high value 或者总而言之 一些很特别 很重要 很特殊 应该对待的 您要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 用不同的人 来接触他 the high value inventory should be kept in the locked area of the warehouse 这题里说过 这没错 可是您发现了 我们这考官 他愿意做一件事 只要这题里 有的控制 如果还是对的 当我们说 该有什么控制的时候 怎么着呢 你写下来 考官就怕你不写 然后就 以为啊 你认为 这项题里 有的控制 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在这呢 再次提醒大家啊 和它相关的控制 题里有的 而且是对的 你也竖的一下 好吧 就比如说 之前那个表啊 sequentially numbered 就是这个道理 接着 这个重头戏来了 senior members of the team should be allocated to count these grades 也就是说呀 那个code 就给这些人吧 别人手一个了 请大家注意 我们在这些题目当中 会发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 要去接触那系统了 比如说要改变系统 当中的数了 都不让那个 stand up clock来做 至少也得是个c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这怎么去 要要划分呢 是因为它的level啊 就是这个 不管它的是金额呀 还是属性 各方面 就level不一样了 什么呢 high high的话 就得用什么 高级别的员工 那您可能会问 老师啊 那从其他那个 department调来 参加盘点的人 你怎么知道 人级别不高呢 哎 怎么说呢 您就想盘点 是一个工作吧 做这个工作的人 我们都称为什么 staff 也就是clark 也就是说 基本的那个级别的 因此呢 您一定能想到 叫cine member 从这当中呢 一定找那么几个 负责的 接着说 他们有这样的code之后 就完事了吗 没有 upon compilation of the count assess code should be timed your code 也不能一直用 结束了 你再也不需要 这个code的时候 我就把它 进行变更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为什么会设计 这样的控制 第一个 如果case当中的控制 有相关的 并且是对的 您抄一遍 不费事 没想到 写到控制的时候 也要抄题 对吗 第二 原来啊 不是说给这些人 这个code不对 而是不能给 每一个人 那换句话说 少给一点 或者说 给的人的级别 是熄灭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区分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 就是appropriate level 适当级别 它用于很多个题目当中 接着 这code 一旦拥有 是吧 你就一直能用吗 那也不行 别忘了 结束之后 就要改 Test of Contrary 这讲我们审计师 Attempt to 你想呀 控制测试 一说到 Attempt to 就知道 我要试错了 您现在想试错的是什么呢 说有那个code 前面说谁有啊 C名 有那个code 您才能进这个特殊的区 对吧 Assess the area where the high-value inventory is stored 好了 Attempt to 这词说完了 那应该怎么着呢 比如说 之前我们讲 您往系统里输一个错的 这个custom number 您要被替掉 您输一个这个超限的credit limit 您要被替掉 那您没这个权限 您还去那地方 怎么着呢 不是把您替掉 也不是把您拒绝掉 对吗 叫 This should not be possible 不行 那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又学一个词 不光是reject 还有叫什么呢 Not the possible 也代表是 咀嚼的意思 接着还有一个控制 对吧 说完事之后 completion 要干嘛呢 改密码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同样 您再attempt一下 是吧 year-end 什么叫year-end呢 就是那个业务 您要做的那个键盘 是吧 就是盘点做完了 就是 At the year-end visit Attempt to assess with the code 您拿着当初 senior的那个code 然后再看看 是不是能进去 最后呢 也是一个答案叫 This should not be possible 为什么呢 您的code已经改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儿 好这个这个一个控制测试 没想到在这儿 竟然两个都是这个 是错法 那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 有权限的 才能进 所以您说 我没权限 让我进一下 试试 第二个呢 说这个code 应该是改了的 所以您拿那个 没改的试试 应该也不行 这就我们讲了 Attempt to Each by the warehouse is counted once only 但凡case当中 特别强调什么only 或者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指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种指 往往都代表 其实您该做 if inventory is only checked once 就看你脑补 就如果只点一次 那您可能会问 是我们那team里不俩人吗 一人点一回 那最后double check 这个不是相当于两分的 不行 那个也是一回 因为只是你们组 所以我们以组为单位 then counting errors may arise resulting in under or overstated inventory 就算您那team里俩人 俩人分开点 觉得准确度挺高 但是怕就怕 俩人犯了同一个错 因此怎么办 连team都换掉再来点 所以呢 这更加确保 您的counting accuracy 准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点的不准 后果将会怎样呢 还是eventry出错 跟前面题一样 在这有一个常见的套路 就是您说 您这错是点多了 还是点少了呢 答案是都有可能 那您说 您这个eventry 最后是被高估了 还是低估了呢 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的这种 这个写作方式 就给我们感觉 非常完整 把可能的错误方向 不同方向 都说清楚 最后我们强调啊 是对eventry的影响 是不确定啊 两个方向 over or under 都可能啊 Once all inventories have been counted h area should be recounted 您看这词 说没学之前 您都不知道 还能有这么个词 对吗 现在我们说点了 右点叫recounted 其实啊 您想想看 我们造过很多 这种词 比如说 重新计算 recalculation 重新执行 reperformance 现在重点啊 recounted 其实重点呢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谁来点 又一次啊 different team 其实关于 谁来点这个事 我们说过 两次 第一个 说我们派 什么人来点 那所有的team 它都得是什么呢 rather than 不是我们这个warehouse 叫什么 alternative department 第一次讲 所有team 第二次讲呢 说第一个team 点了 第二个team 来点 这个时候强调 different team 才能看得出是 第二个或者second any differences on the first account should be promptly notified to the camp supervisor 意思就是 如果你第一个team 点完了 我呢 是那第二个team 我点完之后 发现跟你第一次 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啊 我得报告 报告的谁呢 负责这个事 人是谁 count supervisor 我们case当中呢 是那个financial controller 为什么说他要报告 你想啊 前面一个人 已经有个数了 是吧 然后你一点 哎呦 发现跟前面数不一样 您肯定自己私下里 一定再三又确认了一遍 对吧 然后您这个时候 发现的差异 其实实质有八九 您都确定了 之前那个肯定是错的 对吧 因为如果是您错 您就改了 就没得后话 所以您既然 大概率知道是错 那就得报告 报告之后 asset count undertaken if necessary 没说必须吗 其实您肯定自己 点过好多遍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第一 不同的team来点 好了 第二个team一点 发现又数不一样 对吗 数不一样 我得告诉谁呢 叫supervisor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不能扔在那不一样啊 哎 恐怕 第三个来点 第三个team来点 if necessary 或者其实第二个team已经确定了 到底是谁的错 if a second team would be too time-consuming 你想啊 这个公司 warehouse那么大 对吗 你想都点一遍 而且用两个team 点一遍 这个耗时巨大 我们说耗时巨大 这个词叫 time-consuming 会经常用到啊 costly 是讲那个真金白银 好贵呀 time-consuming 是讲特别费时间 如果说这样 您承担不起 我们又来了 叫sample check 前面就说了 是吧 您的supervisor怎么办呢 哎 您sample check 这位就说了 您全部都第二次点 不成 怎么办呢 您也sample check 但是只要是您sample check 就一定是 different counting team if the counting team undertake a second count of all areas 意思就是 如果真有那么一个 第二个team 把所有的 第一个team点过的 又点一遍的话 哎 那您就看 不不贵 第二 其实您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担心什么呢 您不担心他 他是不是都点 对吧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嘛 有可能怎么着呢 我是sample check sample count 那接下来我要确认的是 第二个team的人 是不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 different team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说了 就点一次不行 怎么着呢 我就看一下 你这个是怎么点第二次的 这个all areas呢 有点勉强 反正写在这 肯定没问题 考官写的 您要不写出来 您就说强调 second count 也是ok的 接下来我们还关注的 真的是second team吗 哎 这在哪呢 different team 强调的人啊 once areas accounted 一旦点完 留恒啊 所以double counted missed out 又是再一次告诉你 一个错 两个方向都分别是什么 当然 如果这个答案是您亲自来写 建议您直接说出来说 这inventry就会被怎么着呢 over or understated 因为这是考官嘛 他可以任性 您不用任性嘛 对吧 再来一遍啊 说如果不标记 就有可能 怎么着 double counted 或者另一个方向 missed 那么会导致 inventry 两个方向的 后果 all days should be flagged 我们不是说 不用flag吗 我们很简单 我们说用flag 并且强调什么时间呢 is to delete it in addition 除此之外 the account supervisor should check at the end of the count that all the days have been flagged is completed 我们特别担心 就这种控制 你明明看到题里说 不用怎么怎么着 你说很开心 这题简单 对吗 我说用怎么怎么着 should be 可是 总会有一个叫 第二步的控制 在这儿 是什么呢 我们说啊 点完之后flag 这个是每一个counter 要做的 那您supervisor 干什么呢 您要确认 是不是他们都这样做了 那么方式就是什么呢 all the days have been flagged 所有该点的这些 一趟一趟的 怎么着啊 都标识了 标识代表什么呢 都点完了 这样的话呢 您就清楚 他确实每点都标 好 那我们说 您做的是 这个double check 谁来做呢 supervisor 好 这又是一个 第二步控制 fisically confirm that the completed days of the warehouse have been flagged 意思就是 您看着 您看着他点 您知道 哎呦 这点完了 点完了 您看着他怎么着呢 flag了 所以你看 fisically confirm 您一想啊 我们的成语中 没这个词 其实您就是 can observe check 您确定他 flag 这么一个过程 at the end of the count review anybody containing q scripts which have not been flagged 那您怕的是什么呀 怕的是 我所有这些 点完就flag 那么 有没有那些 tong 他没有flag 那么 是不是这些 tong 就没有 被点过啊 我们会发现啊 你一边点 一边flag 这是一个观察 那么反过来 角度讲 按理说 点过就都有啊 那有没有 没flag的呀 没flag怎么回事啊 按照一般常理 您就去问什么呢 问那个supervisor 为什么 他可能告诉你 哎呦 这个是因为 不是我们的货 等等原因啊 好了 我们注意一下 您这个控制 开始从两个 不同角度 第一 你不是说 你一玩 你就flag吗 我去看看 真的是这样吗 第二个 你说你一玩 就flag 那么最后 是不是都该flag呢 review any days in tining degrees which have not been flagged 那为什么不flag 我们可以去问 这个虽然没写出来 但应该写出来 问谁 supervisor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the inventory sheets are sequentially numbered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unt they are given to the count supervisor who confirms with each team that they have returned all sheets 这话说的 没毛病 所以是 however 忘了什么 no sequence check if the sheets is performed 我们知道 但凡一个东西 叫单 而且量又挺多 怎么着 sequentially numbered 而且它一定 后面跟一个控制 叫sequence check 说这个里面 是没讲 sequence check 那您就说 它就没做 接着说 后果是 if she is a missing then inventory rockets could be understated 我们说呀 你如果不做 sequence check 其实有两种可能 一个 有这单重号 一个 有这单断号 但是我们得看呢 是重号的可能性多 还是断号 可能性多呢 从答案来看 所有的sequence check 都在关注 missing 也就是gap 断号 因此啊 咱就不用往那个重号的方向去想 这就是您通过这么些答案得出 这个方向要二选一 而不是两个都写 接着说 后果将会怎样 谁呢 inventary 怎么着呢 understated 为啥呀 你一联都丢了 那里面的货呢 我们就当它没有嘛 没有就understated After the counting has finished Each team should return all of their sequentially numbered seeds 这个啊 case当中有 并且您觉得是对的 对吗 因为您用了 however 那您就抄一下题嘛 不费劲的 And the supervisor强调 这个控制该谁做 您记着啊 如果这控制都是平时staff做的 那么对他们的再确认 一定要至少也是个c名 叫不出的名 就叫responsible fight show 叫得出的名 例如supervisor 或者不supervisor 高一点的 director 还要check the sequence 好了 这个话您懂 不说了 review the sequence of inventory seeds for any gaps in the sequence and obtain the explanation from the count supervisor 这句话又深刻地告诉我们一件事 说一个控制测试 其实是可以说把你的控制再做一遍的 什么意思啊 前面说有一个控制 叫sequence check 好了 那我控制测试怎么着呢 你说我是reperform也行 你说我是inspection也OK 我去看看你的sequence 你看啥呀 你看的不就是gap吗 对不对 你想去看gap 那不就是跟前面sequence check一样吗 我的天哪 你发现了 说如果这个supervisor在这道体里 是谁呀 是internal auditor 那么你是谁呀 external auditor 你发现什么叫殊途同归 对吗 好 所以这是一种控制 方式就是把活动再做一遍 那然后您有下话 如果说要是有any gap 咋办呢 abotern explanation from the camp supervisor 就跟之前讲那道题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考官偷了点软煤往下写 这回写全了 那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要去问那个camp supervisor 因为你相信 只要他前面做过sequence check 他就能和你一样发现这个gap 他就会一定去调查why 所以他是知道的 所以你说我得问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我们再来一遍啊 凡是要sequence check 那我们去做了一遍 我们也可能会发现gap 你想问why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比如这道题呢 这个差异是missing 是gap 那你就问 曾经做过这一项控制的人啊 下面呢 我们就把前面的控制测试 进行一下总结 在总结的过程当中呢 有两个部分啊 一个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case 那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教材 还有其他这个试题当中 涉及到的内容啊 我们先来说这一次的case 这个case当中的控制测试 其实你仔细想一下 非常简单 为什么呀 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把你这个现有的控制 你不是说你做了吗 我看你真的做了吗 就这么样一个事啊 比如说你说你这个team啊 那都是来自不同的部门 我问一下 你是来自哪个部门 说你是不同的部门 你知道这个怎么点吗 我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instruction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你要假想一下这场景 然后呢 你去确认场景中的每一个动作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啊 比如说那个inventory sheets 上面能有什么 不能有什么 真的吗 哎我就敲 有sample啊 select sample 我去测一下 是不是only啊 只有production code and description 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类 那就要求您这个控制得掌握了 否则呢 你就不知道你要去看什么 并且您还要知道 这个控制的载体是什么 您就知道 您要看那个 有控制痕迹的电是什么 如果您对这控制都不太了解 那么别忘了 您可以去incre 去询问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控制测试当中的一般方法 那一般方法中还有一种 也在这个case中体现的 就是attempt 这叫试错法 试什么错呢 只要这个控制叫设线性的 什么叫设线呢 哦 我这个high value inventory 只给对的人 只给少数人 好了 那我就没有这code 我非得要试 试不出来 诶 那就对了 所以呢 我们说常见的控制测试啊 是相对简单的啊 就看您这个语言 能不能表达出 这是审计师正在测控制 诶 这就够了 那么下面您看到的这些呢 其实是比较广泛的内容啊 比如说第一个 observation physical inventory counts 刚才您看到那个题目当中的答案 有的时候 往往第一句话说 叫做 visit the site 就是您要先到现场 还有什么 physical conform 您要实实在在的确认 而这些其实都是强调的是 observation or attendance 就是存货间盘 您得在呢 当然呢 键盘也不是说您光看 您还得test account 抽点 有关抽点这个事儿 您看到case当中 真有这么一个题 说看你点的对不对 是吧 别看是两个人一个team 诶 我们说内部那个叫 financial supervisor 就是financial controller 在这做supervisor 他怎么着 他也是test account 如果不是 他是in-channel audit 他也是test account 轮到您了 ex-channel audit 您怎么着呢 也可以test account 所以它其实呢 是你存货 监盘的一个基本思路 连着看 带着检查 诶 有的时候还要伸手 去测一下 review the comparison 我们在reconciliation 的book and actual quantities 我们在点的时候呢 其实关注的是两类事儿 一个呢 是有多少量 对吧 再一个呢 您这个condition 状态如何 说到这个量 您账本上不是有吗 那个是从inventory reconciliation上面 上面腾到了 inventory sheets 还有一个量 就是我真真正正 点出来的 那我们点的过程中 您是要compare 这两个 如果有差异 而且确实 这是发现 现在是对的 以前是错的 那您怎么着呢 adjust 调整 而审计师就看 哎呦 你点了吗 点了 你对了吗 对了 你核对之后 你调整了吗 这是审计师 要去做的 这个review 看你该没 该做到这些 这刚才说了 比如说 那个high value 怎么办 对吗 您这个方法 叫门要上锁 锁的是什么呢 比如有特殊的 这些inventory 像这里面 特殊就是什么 特别贵 还有一些 什么特殊的条件 那再举例 在我们的case之外 这些physical safeguards 不光是保其周全 您还得让它状态好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这个case 讲的是 publishing health 我一出版社 我有什么呢 我有books 富有诗书 气字滑 那这books 那您保管的时候 你说偷书这个事 是吧 偷书算算 这咱就不说了 偷书这个事 它不是防盗 它更重要的是什么 防潮 因为您知道 这书一吵 怎么呢 它就长毛 你这个顾客 就得一定恶评 所以像这种特殊的情况 您就得控制 它的湿度 这个事 根据您常识 能知道 那有的case 就怕您没想到 还特别给您提醒 比如说 我这个是food 我存货 都是吃的 吃的怕什么呢 又可能 有些冷冻的产品 那有温度要求 所以case当中 就反反复复提到什么 refrigerator 就生怕您没意识到 它对于这个存货 要求呢 是有温度的限制 所以你看 observe the physical safe guards 即是说保你周全 不被盗 还要说保你状态好 这个各种case里 都有不同的体现 just count over purchases and sales 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因为 我们不管是采购 还是销售 它都最后是通过您的仓库 发货或者入库 因此呢 GDN还有GRNA 那都是我们 Inventory保管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凭证 所以说我们后面 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又会提到这类凭证 这也是为什么考官呢 比如说想来一个大杂会 大拼盘啊 各种cycle都在 那很容易 purchase 然后inventory 然后sales 就都考出来了 review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AC materials 生产型企业 它有一个环节 叫做领料 那么领料的时候 不能没控制 这有一单子啊 领料单 review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identifying obsolate sla-moving or excess inventory 其实这一段话 就强调 对一类存货 您要特别当心 什么类呢 哦 它的状态 前面我们都说 关心的是contity 对吧 我们就现在说 它的状态导致 您要write down 那一般来说 有三种啊 damaged sla-moving obsolate 这三种当中 您用眼睛 就能看出来的是 damaged obsolate 您只有翻本 翻记录 您才能看出来的是 sla-moving 但不管怎么着 您但凡发现了 我们说等着什么呢 write down 如果啊 这些都要等着write down 那么可就不能把它分散在仓库的各地 因此我们的一个办法 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法 一个词就搞定啊 one location 那么这个是讲要特殊关照的 所以才是one location 同样道理啊 set party 属于第三方的存货 您也要特殊关照啊 为什么呢 就怕这些货呢 include进来 你要干什么 exclude出去 所以您发现了 只要这货有点问题 不管是说 它是write down的问题 还是它不是我的问题 我们的办法 首先要隔离对吧 one location 那么说到这儿呢 就实在忍不住要给你剧透 有这么一道题的答案 那就是您看这个case里 都强调movement 没有啊 就是我为了你这个存货盘点 以及你审计师过来存货 键盘 我都下令停产了 可是真的就有这么一道题 问过您说movement 继续 什么叫继续呢 就是你在点的过程中 那raw material 有大卡车在这个 工厂外面 就等着往里面 运送这些原材料 你这个wip 它就下线了 成了finished goods 这finished goods 就打包了 门外还是大卡车 等着往外运过 您看 这种movement 你想到了 怎么办呢 怎么把这动态 变成静态呢 还是这个办法 one location 对吧 怎么样啊 把这些要变化的部分 您给它单独摆放 比如说 我这个raw material 进到这个warehouse 您别搁一起 one location 那您就知道 有多少raw material的增加 同样啊 您说我这要生产 是吧 我raw material要领料 刚才刚讲完 asuring materials 那您说 您还能当天用 当天领吗 您肯定昨天 就已经把这事处理好了 好了 今天要领走的这些 那是raw material的减少 怎么着呢 依然是one location JWAP下线 别直接割库里 和别的商品在一起 怎么着呢 刚下线的 热乎了 对吧 one location 您说您有发货的 还能说 现发现 现去减吗 肯定也是备好的 要减少的这些 finish the gate one location 所以您看啊 我们针对特殊的一些情况 都是一个办法 one location 好了 那么这些呢 就是控制测试 我们要掌握的 一般技巧啊 是中文字幕 写 写 auditor 木 劳